大家好,新厂有话有反映自己的茶花买回来总是养不活 这是什么原因呢? 茶花之所以买回来养不活就是因为它买回来的时候啊 十有八九的都是带有这个比较年重的土球的 那么买回来像这种茶花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养才能够增加它的成活率呢? 那么今天呢,主要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手买回来的茶花到底应该怎么养 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买回来放置的位置呢是非常关键的 这种放置的位置一定要保证通风透气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然后要把它放在一个半阴的地方 这时候不能够放在一个光照比较强的地方强光直射 要不然的话也很容易造成它枯萎 那么找好了放置的位置之后呢 那么第二件事就是一定不要动它 就是说把这个茶花放在这个位置之后呢 我们至少让它缓十天半个月左右 让它能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 因为茶花它对环境是非常敏感的 如果买回来之后马上给它换盆呢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管理的话呢 就很容易造成它会出现大量掉液枯萎的情况 在这个期间不要用肥 盆土也不要过多浇水 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呢 我们可以给它喷射一次保护性的杀菌剂 带生猛新 因为呢它一个环境大的改变植株 这个时候呢很容易造成病菌的入侵 给它喷洒一些保护性的杀菌剂 可以杀菌又可以在植株表面生成保护膜 避免病菌的入侵更有利于它成活 第三步就是等过大概半个月左右 我们就要给它换盆了 这时候要注意我们只需要换盆 不要给它换土 最好就是带着圆土直接上盆 这个圆土啊周边的土了 也一定不要动它直接整块土球放进去摘种 然后在周边呢给它填上一些 疏松透气的土壤就可以了 而且我们只在周边填 这个上面的话不要给它铺太多的土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它买的这个深度啊 给它种好就可以了 像茶花这种木本植物啊 我们呢一般只需要浅种就可以了 那么第四步呢就是栽种好之后的养护 这些呢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视频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茶花买回来之后啊 只要做好这四步新手也能够更加轻松的养活茶花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